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超级大主部 作者浪高三尺三 由大斌为您播讲 之前在开车狂飙的时候 李高楼就已经知晓 松岛向北会在这起事故之后 联系那个对他非常重要的人 所以现在通过电话追踪 松岛向北的位置 这机会绝对不可耽误 听到李高楼的话 秦帆博一点没犹豫 马上行动 而松岛清风这边 也明白李高楼什么意思了 深吸了口气开始拨电话 就是这一刻 秦帆博这边 马上追踪到了松岛清风的信号 然后快速确定对方的位置 电话接通了 那边的松岛向北 慢调死里的说 给我打电话 真让我清洗啊 听到这声音 松岛清风觉着浑身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这种情绪究竟有多复杂 也就只有他自己才能明白吧 电话另外一端的那个人 是自己的哥哥呀 是自己一母同胞的哥哥呀 但是现如今呢 就是自己的哥哥 正在想尽一切办法杀了自己 这种事说出来或许好笑 但这就是如今的事实 所以松岛清风 眼含着热泪 可是满脸又是愤怒和仇恨 的确 我现在还活着 同样非常惊喜 那你给我打电话 有什么事啊 好像浑然不在意 松岛清风的情绪 松岛向北问了一句 那种感觉啊 如同之前的自杀 跟他没关系 松岛清风深吸了口气 我有件事情一直想知道 父亲究竟是怎么死的 松岛清风知道 自己现在最为重要的事情 那就是尽可能的 把这电话呀 拖延下去 拖延足够的时间 让李高楼 有更大的机会 找到松岛向北的位置 事实上 其实松岛清风 也的确想要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他之前接到消息的时候 自己父亲已经去世了 那时候他可不在岛国 很多事情他并不清楚 结果后来呢 就发现松岛向北性情大变 开始了跟自己非常残酷的争权 所以或许现在就是个机会 他可以把这件事情问个清楚 你真的想知道 略微停顿后 松岛向北啊 非常轻松地反问了一句 告诉我 是不是你杀了他 松岛清风已经怀疑了很长时间 但始终没什么证据 而且他并不那么容易接受这个猜测 不管怎么说 他的心里还抱有一丝幻想 那就是自己的哥哥呀 应该不会那么丧心病狂吧 对自己的亲生父亲下得了毒手 没错 就是我杀了他 他实在太没用了 只有他死了 松岛家族才可以在我的手中真正的壮大 我也可以带着所有族人走向从来未有过的辉煌 松岛向北语气平静 可是他这话的每一个字都如同一把刀一样 深深地扎进了松岛清风的心里 他真正明白了 自己的哥哥已经没有什么属于人的东西了 他就是个畜生啊 一个无所顾忌的畜生 于是握着手机 松岛清风沉默着 实际上他在努力的平复着自己的心情 他刚好看到李高楼这个时候朝自己点了点头 显然他那边搞定了 电话那头啊 半天听不到松岛清风说话 松岛向北笑了 怎么样 接受不了吗 我知道 所以你也得死 相信我 整个松岛家族都会感谢我的 他笑得非常开心 那声音听起来啊 说不出的刺耳 显然这家伙非常享受此刻的这种感觉 至于松岛清风 则终于摆脱了沉默 松岛向北 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你的 亲手杀了你 李高楼这边已经追踪到了位置 更何况他也不想和自己这哥哥再多说什么了 因为现在说任何 只会让他更加愤怒和绝望 没人知道的是 松岛向北这边挂了电话 同时将目光看向了身边 此时此刻的他 居然在一辆公交车上 而他的旁边 则是一个看上去四十多岁的美洲男人 如果这样的场面被别人看到 一定会非常惊讶 尤其啊 李高楼 如果他看到 松岛向北此刻身旁的这个美洲人 都会觉得难以置信 不过可惜 李高楼不会看到这一幕 松岛向北 恭敬地跟身旁的这个人问了一句 维登先生 我们的合作什么时候开始啊 听到他这句话 他身旁的这个人轻轻地将自己的帽檐朝下拉了啦 这个人的确就是维登 那个李高楼在美洲打过不少交道 并且确定他最终假死 实际上却以改造人出现的维登先生 本来在李高楼的认知里 这人应该死了 真正的死亡 毕竟李高楼毁了他的芯片 可是现在呢 维登出现在这儿 就证明李高楼的想法是错误的 至于说理由 那非常简单 芯片是可以再生的呀 可有一张芯片 那就自然可有很多呀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现在的维登啊 就跟机器人一样 只要给他身体之中安装复制出来的芯片 他就会永远地活着 只不过活着的这个人 是不是曾经的维登 这个问题就有些耐人寻味了 维登看了松岛向北一眼 合作的事情我比你更加着急 但是现在你觉得你有那个能力吗 明显维登的情绪不怎么高 同时还有点责备他的意思 维登先生 您一定相信我 也请您转告何先生 松岛加州很快会被我所控制 到了那个时候 一切都会很顺利 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此时此刻 松岛向北那双眼中 带着一丝极度的忐忑和不安 我会转告的 不过请你一定要记住 如果你所展现出来的力量 让何先生不满意的话 我们一定会重新考虑合作的对象 说完 维登先生站起身 而公交车也刚好到站了 看着前边维登的背影 松岛向北停顿片刻 他的眼神相当复杂 很多人都在疑惑呀 这松岛向北究竟为什么会突然之间性情大变 甚至害死了自己的父亲 而一切都跟眼前这个叫维登的家伙有关系 维登给松岛向北看了一些东西 并且带着他去了一个地方 在那儿他所看到的 所听到的都刷新了松岛向北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 他的世界观 人生观全部崩塌了 同时他开始决定自己必须要做出一点改变才行 但是事情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至少松岛清风就成了他的绊脚石 而松岛向北非常生气 尤其是听到刚刚威登所说的那些话 显然已经对松岛向北相当不满 如果真的就跟威登所说的 他打算更换合作对象的话 那松岛向北之前所有的努力将彻底的白费了 所以在车子重新启动的时候 他的眼神越发冰冷 对于自己的妹妹 还真的是要拼尽全力才行啊 这辆公交车重新启动的时候 李高楼这边已经完全确定了松岛向北的位置 他自己也开始了追踪 本来按照李高楼的想象 自己最终跟着松岛向北 应该可以确定跟他接头的那个神秘人 然而当他看到松岛向北 从公交车上下来的时候就知道 自己答应了 显然他们的接头应该是在公交车上完成的 那么李高楼追踪信号所做的这些努力 自然也就白费了 很明显人家已经接过头了 当然这对他来说 干掉松岛向北实在不是什么太麻烦的事 但是李高楼不打算这么做 现在他哪怕只需要走几步 就可以把松岛向北掳走 但是之后呢 松岛清风说了 关于整个松岛家族以及松岛向北身上发生的事情 非常怪异 尤其他的种种神秘势力 好像突然之间多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力量 能够从各个领域去发挥能量 可别小看这么一条消息 说明了很多问题 一切都是跟松岛向北深厚的势力有关 所以真真正正要解决松岛家族的问题 就必须解决这个势力的问题 而不单单说是简单的杀了松岛向北就完了 否则即便松岛向北死了 松岛清风的危机依旧存在 松岛向北活着的时候 他们最起码还有一个防范的目标 等松岛向北真正死了 那么可能危机真正来临的时候 松岛清风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没了性命 而松岛向北这样的傀儡 毫无疑问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的出现 一直看着松岛向北走了之后 李高楼转而折返 同时跟松岛清风取得联系 让他再度随机更换一个旅馆 众人接头之后 松岛清风得知李高楼没什么收获 也是有点失望 不过他依旧对李高楼表达了最真诚的感谢 这个女孩相当聪明 他知道现在他只能依靠李高楼 同时也只有李高楼是真的在帮助自己